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各位呢 原来生命的快乐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征服自己 各位要开始跟自己比赛哦 要让自己欲望越来越小 越来越不会生气 那为了要征服自己的欲望 佛陀教我们怎么做 多不实 而且要把欲望的真相看清楚 这个叫不静观 不圆满来看清楚 你才能够把你的欲望执着降低 那第二 我们生命的第二个敌人就是爱生气 真恨心 这个人不顺我的意 我就要骂他 我就攻击他 那各位多痛苦啊 所以一只温馨的小动物快乐 还是一只眼镜蛇快乐 眼镜蛇就是怕人伤害他 所以它产生最大的毒素 随时要咬人 那一个爱生气人 就是一只怕人的眼镜蛇 要保护自己 他用暴力用毒去伤害别人 他过了一点都不自在 还不如上回 我上上礼拜在马来西亚 我跟另外一位法师到海边 那马来西亚雅皮那个地方海边 你只要手伸下去 那些鱼都跑到你手上来 一直转一直转要吃东西 因为我们手咸咸的 他觉得说 哇好快乐 这鱼居居然都不怕我 你看嘛 鱼不怕你你就快乐了 因为那个地方金子抓鱼 金子垂掉 所以鱼不会怕人 鱼都知道说 来这边的人 就是要投东西给他们吃的 只要有人来 他们都从从从过来 你对鱼慈悲 鱼也对你好都快乐了 但是毒蛇怕我们 反而它痛苦 所以各位呢 你要让你自己得到 第一个自在快乐 你要很赶的 把自己的老虎牙 称慧心把它拔掉 这个叫发愿 发愿 各位跪在佛圈发愿 我从今天开始不生气 我一生气就拉肚子 你要再发愿 很多人在那边 做义工菩萨做得好高兴 做义工有功德 但是里面随时都带着刀枪 要伤害别人 不能惹他 一惹他他就要伤害人 那对你自己也没好处 所以各位呢 你要懂得真往内征服 所以要多布施消灭贪心 要分析真相 了解一切的真相 都是变化无常的 我有什么好贪心执着呢 你要这样不断的去思考 甚至我们都跑到那些 南传国家 他们都是修不静观的 看尸体腐烂的过程 看尸体腐烂的过程 然后这样就不会执着自己的肉体 然后各位最好经常到 红法师来最好祈求大和尚 短期出家 一毛钱都不要带来 过着那个不需要钱的生活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普团不错了 一个普团一条棉被 那就可以过得很快乐 这个叫我们出家人 喜欢守八观灾界 受此出家界的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啊 七日七夜啊 过得那种超越金钱的生活 就像我经常到监狱里面 我跟监狱里面那些大哥说 你们真快乐 你们在这里面受保护 外面那兄弟可怜哦 不是酒就是毒哦 就是女人可怜哦 你们在这里面多自在哦 而且里面都理光头啊 我说你光头多好 留头发干嘛 勾引女人不然干嘛 女生留头发干嘛 漂亮一下啊 让别人注意 我看我啊 你看你活得多痛苦 那不是不监狱吗 你把幸福定在别人的眼光 跟别人的嘴皮里面 那你不是活在一种 不自由的空间里面吗 不自在 所以各位呢 我经常很喜欢看鱼 游来游去多自在啊 因为它不会去管这些 但是我们人就活在这种 比较的对立的眼光里面 不自在 太敏感都不行的 我们所谓敏感是什么 生命的教育的目的 不是对自己敏感 而是对其他的生命敏感 哎呀 我今天出门五天 我家那几只老鼠 可能没饭吃哦 那只蟑螂跑哪里去 没饭吃 拿一些洋鱼片我再出门 让他们吃 这叫对生命的敏感度 要增加 哎呀蚊子来找我了 蚊子就是肚子饿才找我来来来来 我这个大杯咒血给你喝 喝了保证你解脱 我可能会养个半个钟头 但是呢 这只蚊子啊盯完以后得解脱 哎呀我养很养 但是我替它快乐了 所以各位呢你要开始 要有一种思维的方法 佛教叫我们修行 什么叫修呢 修就是一种思想的改变 行就是一种行为的实践 修是一种正确的知见 什么才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对的 要讲清楚 有一个男生他想要出家 哎呀老婆上说 哎你要出家你要出家 这男生不行 我出家我太太会哭死啊 我儿子啊没爸爸他哭死啊 老婆上说真的吗 他们会哭死吗 哎呀老婆上是 他们太爱我了 老婆上来来来来 我给你一颗假药吃 吃了以后你会装死七天 然后呢 哎呀我这样死 他们不哭死才怪 好了 他就吃了以后 就装死了 结果他太太哭了几年 晚上就赶快跑掉了 他们家还死了 还摆在家里干嘛 还摆外面一点 他躺在那边 换他在哭 可怜啊 我对他们那么好 把我丢在外面啊 我还舍不得他们出家来 各位谁不怕死人哦 所以等他七天一起来 以后老婆上 我出家我出家 他们不爱我的 是如此啦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以为对方是真爱你 互相利用利用而已啦 有时候想想真是如此 你要是不是长得帅帅有钱 他爱你干嘛 对不对 一定要有条件的嘛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那为这个儿哭 那有什么好哭的呢 为这个儿气 有什么好气的呢 所以有时候 各位已经想一想清楚 哦 我真的很福报 还长得丑丑的没人要 我这福报大了 就像我经常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有大学演讲 讲完以后有个女生跑来说 师父我要跟你出家 我有点怕 因为我不敢直接梯度女众 我旁边一个师兄弟 一个比好耶 这个好耶 我说好你梯度 我说你为什么讲好 你们看他没胸部吗 修得好耶 一个女人没胸部 上辈子修得好耶 我一听 这个有道理 这个有道理 所以各位 你要是会这样想 那你福报可大了 如果你胸部大大了 每个男人盯着你胸部看 可不可怜哦 佛经里面就有个真实的故事 龙树菩萨 大圣的出主 龙树菩萨 大家都很尊敬她 她是那个时候 那位大学校长 她一讲课几万人在听 她的妹妹长得好漂亮 结果因为大众聚会 她妹妹 这么多人来听我哥哥讲课 她就想要炫耀一下 她的外表跟身材 她就穿得很漂亮 后来我胸部很大就走过来了 然后龙树菩萨当场就说 你前面那两块肉要干嘛 她妹妹丢 我气死了这样 这个叫一针见血 你敢不敢对你自己一针见血 你要是不敢对你自己一针见血 你就不要再去要求别人 有时候你要想清楚真是如此 穿高跟你不怕跌倒啊 还戴假睫毛不怕眼睛弄瞎咯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男人的爱面子 我叫你董事长 董事长老大死了都甘愿 贷款我也要做董事长 偷骗我也要开一部宝马 让全世界都看过 活在那种假象里面 事实上是很痛苦的人 一个人骑着脚踏车 多好又不会制造空气污染 多自宅吹吹风 丢在哪里没人偷 所以有时候你要这样子的看 所以各位 原来你内心里面不快乐 就是因为你的一个思想上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思想里面 你要好好地去纠正它 你如果不去改变你的思想 一直要去改变外面的世界 你永远不会快乐 出家人出家 出离欲望 出离感情的执着 出离那种金钱权利的这种追求 难行人行 难忍人忍 做世界的大自由自在人 你看多快了吧 所以一个女生说 哎呀师父啊我想要嫁人 说嫁给佛陀好不好 佛陀看不见 那嫁给众生好了 不要光爱一个人 要去爱全世界的众生 这个爱多伟大 不要把爱建立在欲望上面 做爱上面 要把爱建立在令众生离苦得乐 那只小鱼也需要我们的爱 那个流浪的鬼更需要我们的爱 那个蚂蚁也需要我们的爱 所以各位 凡事有妈妈的生命 请你不要吃它好不好啊 没几声呢 已经不错了 有人讲 讲得好了 你不要吃咯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种鱼啊 我不知道这边叫什么鱼 叫福寿鱼 福寿鱼 有没有 无锅鱼 很多人很喜欢吃这种鱼 有一天我到学校去演讲 我带了一个水竹钢裙 他问我干嘛 因为很多小朋友啊 我说我今天要让小朋友 看到生命的真相 那无锅鱼生小孩子 然后他的无锅鱼的尾嘴特别大 福寿鱼的尾嘴特别大 他干嘛 他这个大嘴巴不是要吃东西的 他是要保护他的鱼 他的小孩子都在他嘴巴旁边 只要有敌人过来了 全部他把嘴巴弄到最大 然后小鱼通通保到嘴巴里面 保护他 所以无锅鱼是繁衍最快的鱼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妈妈的爱 其他的鱼就比较可怜了 妈妈生完跑掉了 他们就流浪了开始被吃掉 那我跟那小朋友说 小朋友无锅鱼妈妈尾不尾他 尾他 尾他你不要吃了 所以各位佛教里面讲思想 当你看到一块肉很好吃 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个思想 好吃耶香耶 那佛教要甚深的 你再想进去 想进去一下 为了你喜欢吃这个香 这中间缘起了多少的痛苦 那只鱼在被杀的时候 乃至那个抓鱼的人 为了要赚钱生活 哎呀不怕这种疯啊苦难啊 乃至在佛教里面造了下地狱的业啊 去抓那只鱼 去杀那只鱼 为了我们的一点点的欲望 你一直给他想 哎呀我看不要吃了 好就像各位今天晚上我拿一块那个肉 加一点水那个尸体的水给你喝你要不要 才不要 结果你把它煮一煮变汤你就喝了 哎呦肉汤好耶再加点味素 哦醋哎好耶 湿水跟肉汤哪有什么差别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殡仪馆睡觉 我还不要呢 殡仪馆 你家客厅你家厨房也有一个殡仪馆啊 冰箱不是殡仪馆是什么 鸡头鸭掌都在里面 猪肝哦鸡腿哦 还切了一段一段的 你那个不是殡仪馆是什么 所以各位呢 你去想一想想一想是啊是如此啊 当我们在吃它的时候你没有去想到 但是各位说一个人会吃素不是说强迫了 佛教不是教条主义说哎你一定要吃素 而是因为你有智慧啊想想想是啊是如此 他真苦啊我最近有一个有钱的朋友 到我这个年纪才结婚 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他才结婚 他从小跟我是好朋友 他亲爱的才结婚 生了一个小孩叫我还打电话给我说 哎同学同学你现在做和尚了哦 我生了一个儿子哦老来子哦 你帮我取个法号好不好 帮他取个法号啊 哎呀让他好名字富贵辈子 我说你可怜哦拖到五十岁还结婚 再拖一下就不用结了嘛 那你现在苦不苦 我说我哪要苦很快乐啊 我生这个儿子很快乐哪里快乐 你快乐还打电话给我干嘛 你就是怕他死才要我加持 怕他病你看怕他脆弱 他说对哎我怎么没想到 但我说我也替你高兴 他说高兴什么 你从来没有这么样爱过一个生命 他说是了是了 哎呀我真的是我可以事业都不要 我只要每天看到他我就快乐 我说是如此 那我说哎同学啊 你现在终于知道你的小孩子的命很重要 他还咳嗽你心里就痛 他说对啊你怎么知道 废话我做过爸爸 我做过爸爸再来出家了 我儿子一咳嗽我心痛了心痛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很坏啊 我会很生气 我就从他大腿捏了一下 我现在想了我心里都会痛啊 哎呀我怎么可以去捏他呢 捏他很痛耶 但他哭呢 我现在想起来我就很难过 我还有一阵子失眠晚上睡不着觉 为什么 我出家好像三个月 然后因为我的太太啊 反对我出家 而且我出家了 她就有点又恨 结果我皇家的祖先牌位还摆在我那家 结果我那个太太打电话说 麻烦你把你那个祖先牌位拿走好吗 哎呀我说这是我出家了 这个你帮我处理处理就好了 我不回去了 这下惨了 晚上我睡到11点 因为我是自客嘛 我听电话 电话来接 喂 哇里面小孩子在哭啊 惨叫啊 一听是我儿子在被打 哎呀我心都快裂掉了 好啊 妈妈不要打 妈妈不要打嘛 哦 我听话这下惨了 然后我太太拿电话 你要不要回来拿 哦 遵命遵命 哇我一定会回 对吧 我儿子又在那边哭 他听电话我就说哎呀 王一伦啊 赶快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哦 你一定你自己做错哦 赶快念佛赶快念佛哦 我内心里面痛得不得了 那几天晚上我只要听到电话铃 我就神经 我就会啪 是不是他又被打了 我到现在我只要想到我就怕 还有一次我弟弟跟我讲 我已经 我弟弟是去年才跟我讲了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你出家你儿子多苦吗 我一次我又有一次了 买一点礼物想说你出家了 我去看你儿子一下 结果哎呀他妈就当着我的面子 我一听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 哎呦我心刚快裂掉了 我不是说我不爱我太太 我知道我太太很苦很苦 她就是很苦很苦她才会做这种动作 对不对 所以有一次我过去的太太来找我 我说我看到你儿子就想到你怎么办 我说对哎这个麻烦哎 又爱我又恨我这样 所以各位呢有时候 我自己对我小孩子是这种感受 那是各位 那我们怎么很自私的只有 对你自己生的小孩子这么爱 对别人的儿子都不爱 对别人的生命都没有这么敏感 这就代表我们这种自私我直傲慢的一面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啊 昨天有一个太太很惨 这真是昨天我在台北放生 她呢早上起来倒车子 倒车子要上班 一倒车把自己儿子压死 然后很苦我知道 那我一个信徒和师父 你就救救她嘛 她实在是快疯掉了 然后她来她坐在我面前 我整个领都白的 那这样很苦 我当然知道那个苦没有办法 你怎么可能有人会压死自己的小孩子 尤其她的独身子 她一讲就哭 我也很难过我等她哭完了 我就跟她说啊 我说生命不是死了就没有了 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儿子 但是现在呢你应该把你对你儿子的爱 你儿子是个天使 像个佛一样他教你如何去爱众生 所以呢你不要痛苦 你应该对你儿子的爱 去爱每一个生命你就不会痛苦 而且你的儿子啦 现在一定会活得很快了 如果你开始 如果你一直在家里 你自责自己一直哭啊 你儿子超度不了还会堵落 但是我们昨天刚好放生嘛 我说你看那些鱼比你儿子也很可怜啊 所以你现在应该赶快去爱那些鱼 爱那些鱼以后啊 你那个失去儿子的痛苦就不见了 但是他问我说师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我说这个佛教讲夜报的啦 因为你过去杀生的动物 他可能也投胎做你儿子 那你这个儿子可能过去杀夜很重很重 所以他必须短命 那你既然了解这个道理 就发愿不要再杀生 哦 多救生命 这样比较重要 那将来你可能还会怀孕 那你更知道如何帮助这个小孩子 不是溺爱他 为什么 有生就有死 所以你要怎么帮他解脱生死 他说他不敢再生呢 我说那也好 有些养了狗 狗死了 不敢再养了 我说这个是消极的 不要不敢再生 只是你要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比较重要 你既然要生他 那你就要帮助他得到快乐 真实的快乐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家里也有个好处 就是也不能讲好处 就是听了很多一些真实生命的苦 让我们对佛法的这种感受力越来越强 所以对我来讲 因为我曾经深深地爱过 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子 所以我只是把这样子的爱 变成一种平等的爱 这样就好 所以很多人问到我 你会不会想你儿子 我说我想 我想你儿子比想我儿子还想 我儿子在学佛了 没问题你儿子还没学佛 还在造业 我替他想我想你 所以各位呢 在这一点里面 当然佛教要我们学习一个慈悲的爱就没有痛苦 自私的爱就有痛苦 所以各位来还是背一下来 自私就是痛苦 慈悲才有快乐 当你为感情在苦的时候 那个是自私的痛苦 当你想的是外面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众生在这边轮回 没饭吃没家住没人爱 那些流浪狗 那些在市场准备被杀的这些鸡鸭鱼 你想到他们的时候 哎呀你心里会怎么想啊 赶快去救他们 我昨天在飞机坐飞机回来 我在想这个事情 我在飞机一直哭一直哭 旁边那个女人问我 你在干嘛 我说眼睛痛 不是因为我想到 我前天要离开印尼啊 我们要去放生一大早 就看到什么 就看到一部摩托车 然后载着一百多只的鸡 然后他们都把鸡倒吊起来 然后这边吊五十只 这边吊五十只 然后再飙啊 那刚好停在红绿灯 我们车子也停在那边 我看那些鸡 他们也看我 我也看他 哎呀苦啊 不知道怎么办 我赶快车窗打开啊 就对那个鸡赶快喷了 我们念了 骤干路完 加持他 因为 我是没有办法救他 马上红灯就要走了 要来跟他买 对方也不见得要卖我 赶快跟那些鸡说啊 我现在跟你念 特别所以各位 有一个咒一定要背 今天很重要 今天是准提菩萨的圣诞 当你看到动物要被杀 或是已经杀死了 还没有被杀 你要赶快帮他念准提咒 如果你帮他念准提咒 他等一下在被杀的时候 甚至没有痛苦 甚至没有痛苦 所以这个咒非常的重要 来念一下来 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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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们也叫决动 正决之动 所以Om Zili就是这种大悲心的力量 诸力就升起来 尊体就是大清净 萨布赫就是成就 Om Zili 诸力尊体萨布赫 就是我这种由大悲心 为本体的这种心力 赶快升起来 令一切众生得到清净的成就 你苦得了 所以马上要对他念 Om Zili 诸力尊体萨布赫 所以各位要学 眼睛看着他 如果用看着跟他念 或是用水喷他 或是用手摸他 所以我想到那些鸡 我内心里面就一直念 一直念这个咒 因为可能他们已经被杀了 但是他们那种被杀的过程的苦 如果各位喜欢吃牛肉 来跟我报名 我等一下就拿一个片子给你看 我不敢公开播的牛被杀的过程 那种挣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牛肉好香喔 但是各位佛法要我们缘起思维 要想得深一点 今天一个男生送你 那个白色的珍珠好漂亮 好美喔 挂起来 各位珍珠从哪里来的 就把海里面的那个棒拿起来 撕开以后把它肉割开 硬把它冲起来 我现在把手伸在你的肚子里面 把你的脑把它冲出来 硬拔起来 你会不会痛啊 那珍珠是这样来的 那如何养珍珠呢 就是把那些活活的棒 又拿起来以后 把它身上割一个洞 放一个石头在他身上 那石头放在身上 它就很痛很痛 所以他必须分泌很多东西 把它那个石头包起来 那包起来 一直包一直包 就越大的珍珠 各位 这种东西你要吗 很不慈悲的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我们的我质贪心 管你去死吧 所以我刚刚来啊 路上看到很多乌龟 不错耶 他放生 他说没有啦 我们广州爱喜欢吃乌龟用炖的 我心里痛啊 你吃什么吃乌龟 乌龟活到两百年 你让它短受啊 他有两百年的快乐的生命 你怎么可以去伤害他呢 所以各位呢 有时候想一想啊 你说各位到寺庙来 为什么要吃素 吃素不是一种规定 而是慈悲兴起的时候 大悲兴起的时候 一个自然的行为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 就像我要离开我太太的时候 我手是牵着她的 我跟她讲啊 哎呀奥美英啊 全世界没有一个男人 像我这么爱你 真是如此的 我说全世界真的没有一个男人 比我还爱 他就很高兴 所以我要出家了 因为爱你就要让你解脱了 爱你啊 我们要学习 大家学习独立啊 所以释迦佛要离开他的家的时候 跟他的太太 他说亲爱的耶稣陀罗啊 他也是这样讲 没有人比我还爱你 但是呢 你不要因为我的离开而痛苦 你只要把你对我的爱去爱 皇宫以外的一切人一切生命 你就不会痛苦 是如此啊 所以耶稣陀罗 释迦佛成佛以后回到家乡 哎呀 耶稣陀罗还真希望他老公就留下来 印度人也有个习惯啊 要小孩子跟爸爸要家产 就要煮一碗汤圆 意思说爸爸你是我的父亲 你要给我财产 当罗佛罗佛陀的儿子拿着汤圆去供养佛陀 哎呀佛陀给他最大的财产是什么 就把瑟利佛叫来 把他带到霍霍里面 踢头 哎呀儿子啊 解脱是我给你最好的遗产 世间的宝是假的 解脱生死那个真宝 所以各位呢 有时候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 他说我所体悟的这个缘起圣身之法 刚好跟世间颠倒 所以他不说法 不说法结果上帝啊 带着其他世界的上帝 伤请佛陀说法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让这些傲慢的天神 都要非常的恭敬他才要说法 才知道法的宝贵 也要让这些天地天神 好好的护持这个法 既然天地天神都认为这些 这些人民这些都是他的子民 你爱你的子民 你就要让他解脱 所以佛陀已经得到了大圆满成就的解脱 哎呀你要追求这个真理 你要这样不断的离请 佛陀才决定大转法轮 那佛陀转法轮他给我们讲什么 四个真理 各位要背下来 苦极灭道 这个苦极灭道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各位一定要知道苦的真实的存在 谁不苦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很苦 还吃饭 还上厕所 还洗澡 还刮胡子 我已经觉得很苦了 各位我没有什么烦恼的人 就是要吃饭我都觉得很苦 连喝水我也觉得很苦 这个生命的没有一点点快乐 晚上好热 吹冷气也不行 也会比赛 话讲太多喉咙痛 没有一处不苦 但是我现在比我在家的苦比起来 我真的是像天人 在家光一个感情细薄苦就已经够苦了 被感情这样紧紧的绑住 所以我每次我师父我跟他去祝念 人往生啊 我们台湾很多次都火化比较多了 火化把骨灰摆在寺庙里面 每次我师父要火化之前就会念 就会跟那个王者念什么 来 各位跟我背一下来 感情是锁链 家庭是监狱 赶快跑啊 点火这样 把尸体烧掉 各位是如此 是你心甘情愿被绑了被关的 很多女人说 我交到一个好男朋友 我好快乐可怜喔 马又被勾死了 你抓住他 是你被他抓住了 我拥有十间公司好快乐 我做十个董事的董事长 你拥有他 错了 是他拥有你 你被这个名为头衔绑住了 男人这些话 名片拿出来 理事长会长董事长 当我很多男人拿着名片 我都摇头 可怜喔 写那么多干嘛 因为希望人家知道 你还不如写两个字 大空 无我 这样 名字 这是一个假的 真理才是你的名字 所以有时候 各位要去思维这些道理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四个真相 第一个 苦的真相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各位要经常去思维苦 你如果为对自己生不起 出离痛苦 你好好去思维爸爸妈妈 我们家里那个七八十岁的爸爸妈妈 一辈子这样奋斗 到现在 就算他拥有很多钱 他每天光上个厕所也苦 躺在那里腰痠背痛 老伴又比他早走 我们现在做儿女的祈求他什么 好死 好走 但是他一辈子的努力 不管他是做博士或董事长 但是他到老那种苦 实在是我们看了心很不忍 我们求了他什么 死了以后不要再轮回 赶快去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子 想生命的苦 那哪一天就轮到你 各位要经常在观想打坐的时候 你现在已经九十岁了 走都走不稳 上个厕所都不行 要抬去了 怎么办 你要把自己那种老太隆忠 那我到现在在执着什么 我在追求什么 就是这个生命的苦的本质 来自死了以后 哎呀 因为没有修学佛法 下地狱 鬼道出生道 就算你有收五戒 你来是投胎做人 你还收五戒才有资格做人 那又来投胎做人 这个社会 更给我们更大的压力 更大的污染 生命苦 怪不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要结婚不生儿子 他不要再制造痛苦 但是这个苦的本质 不断的各位要去思维 那苦的原因从哪里 这个叫集体 苦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不认识自己 叫无名 没有智慧 而居然对不应该执着的 这些事情产生了贪爱执着 就叫背下来 无名为父 貪爱为母 造成苦命儿 我们是不是那个苦命儿 各位你再生吧 多生几个苦命儿吧 很多人结婚要生 你干嘛生 你传重接代要生 所以我每次想到我过去的儿子 我就非常的愧疚 我要出家以前 我跪下来跟他拜 我对你的这种种种的 抱歉 但是生命给我的爱 我也要跟你续续 因为你是我 让我了解生命的 一个很好的老师 没有你 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众生 我以前的爱是自私的 是不圆满的 但是我现在懂得去爱你 我也懂得去爱蟑螂 爱蚂蚁爱敌人 所以给我这个生命 让我更了解 但是我必须对你的生命负责任 那因为既然把你生下来 我必须成为你学习的对象 成为你学习的对象 成为你学习的对象 我就是要离苦得乐 乃至最后要成佛 希望我的生命成为你一个生命的模范 一个目标 一个学习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各位呢 我们学佛这个信仰 它是一种甚深的 有智慧的信仰 很多事情你要分析得很清楚 想清楚才去做 这个叫禅定 你在禅定的时候你要思维 思维看清楚 所以你看不清楚就是无明 没有光明看不清楚 就对不应该染灼的东西 你想要去抓住它 贪爱造成痛苦 就是痛苦的原因 痛苦的原因不是别人给我们 是自己的无明贪爱 所以第三个灭替 什么叫灭替 这种离苦灭苦的状态 我们要很羡慕 好棒啊 那你如何达到灭苦的状态呢 各位只要离开无明 离开贪爱 你就可以离开痛苦 那如何离开无明贪爱呢 佛陀给我们讲道替 就是修道的这条真理 那佛陀说 你只要背下来 戒定慧 灭贪嗔痴 你从今天开始守戒律 什么叫戒律 道德的行为 那有道德的行为修禅定 什么叫禅定 就是你能够控制你的心 不会乱叫定 那么什么叫慧 当你心不乱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真相看清楚 叫智慧 那有智慧 你就不执着放下 你就得到解脱 叫戒定慧 所以这四个各位要背下来 知苦 断疾 断疾 目灭 修道 所以对苦的本质你要知道 那断疾 所以你要把苦的原因消灭掉 那么 要目灭我们要羡慕 我们为什么要拜如来 为什么拜阿罗汉 我们很羡慕他们如来自在啊 非常的羡慕叫目灭 那你既然羡慕要离苦的状态 那你要修道 要真实的去做 哦 戒定慧 八正道 三十七套品 乃至愿意帮助众生离苦 圆满六度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 除了可以消灭别人的贪生吃 又可以利用众生的消灭贪生吃 所以布施度坚贪 布施我除了可以帮助别人 我还可以把这种自私自我财产的观念 执着给它去除掉 布施的目的不是说我帮多少 而是我可以放下自我 哦 慈戒度毁犯 什么叫毁犯 各位从今天开始 无论如何 千万不能有一个害人伤人的心态 绝对不行 哦 你故意去 故意去设计什么 可以害到别人 你得到利益 不能有这个心 如果你有这个心啊 你马上 不是一个佛教 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 皈依法都会发愿 从今以后不害众生名为皈依法 没有一个众生因为我被害 所以各位将来不管你在做什么事业 你不要去伤害到什么 卖酒会不会伤害众生 会 卖吊具会不会伤害 会 你工厂排放废水会不会害到众生 哦 你去卖香烟也会害到众生 凡是这些的我们都不做 哦 虽然各位有感情 哎呀 感情搞外遇会不会害到众生 会啊 害到自己的太太 害到儿女 害到别人的家庭 这些你不能做 今天我虽然要吃东西 但是因为我要吃东西 让这些动物被杀 所以我不要 所以各位将来如果要吃东西 你还在吃肉 至少不要看到它活活的被杀 去买了至少都已经死了一天以上了 因为你 这样你就没有造杀业 你还可以存留一点慈悲心 万一看到它被杀 像我们以前不知道 哦 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骑个摩托车到溪里面去钓虾子 然后虾子钓起来引擎 又给它弄得热热的热热的 那高粱酒拿来 然后把这只虾子浸在高粱酒 然后又给它放在热眼镜 马上变成红烧香 好吃好吃 现在可怜了 我还有一次洗澡 不知道到哪一家洗澡 那个铁炉热热的 我竟然屁股坐在上面 还爬不起来 一起来以后痛得像痛死人了 然后我爸爸为了救我啊 就用那个冰块 先把整个冰块放在我屁股上 然后再打电话 119救护车到医院去打 止痛剂开始 跟我以前在烤虾都一样硬 所以后来啊 我得到这次刺激以后啊 哎呀 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还有一点思想 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结果 一定是如是因如是果的 人的命运是掌控在你对待众生 对待世界的背下来 行为反作用力 行为反作用力 各位要记住行为主宰命运 你要漂亮多微笑多送花 行为反作用力就美丽 刚刚也有一个小姐问我说 师傅皮肤不好怎么样 多扫大电 你看铺这个地毯好不好看 铺个地毯皮肤柔软 少个大电 皮肤光亮 多点灯 皮肤白 多贡花 外表美 佛教里面的 多贡布 哎呀 穿衣服好看 反作用力 人家要盖火塘 我也要出一百块 将来要高楼大下 别人要照桥铺路 我也要出一点钱 将来环游世界 坐的车子绝对不会颠斗 因为你都做最好的 因为你照桥铺路 至少反而 眼睛要漂亮 不要瞪人家 眼睛多看佛像 各位如果你觉得眼睛不美 那是你看佛像不专心 要瞪着他看 佛像好美哦 那你看佛像看久以后 你看别人也会像佛 现在我看到小姐化妆 个个都像佛 嘴唇红红的 腮红红的 睫毛长长的 每个人都 什么漂亮 事实上 各位如果你现在学会 原来所谓漂亮的标准 就是佛的脸 每个人都是在追求 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你把看佛像看久来 看每一个人 你会觉得他们都很漂亮 眼睛未来就看不起别人 如果你眼睛容易看不起别人 你会回去照一下小眼不一样 鼻子为什么会塌塌的自私 你天天为别人想不自私 鼻子就渐渐了 所以行为主宰命运 各位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们坐太久脚会涮 我们休息五分钟 那马上又上课好不好 好 阿弥陀佛 你们站一站 好 伸伸腿 好 伸伸腿 感谢观看